吃早餐加蛋是不少民眾每天必備 或現在雞蛋卻疑似遭烘台 掌聲響起 早餐店投訴遭供貨廠商烘台蛋價 砍脫情流感造成雞蛋短缺 但明明都會統計雞蛋產地價 每台金三三點五元 跟往年價格一模一樣 上游沒變貴 一月中前九百元 現在飆破千元 漲幅超過一成 一般早餐店用蛋 價格也從一箱540元飆到780元 讓早餐店吃不消 這一顆蛋成本差不多快五塊錢 漢堡加蛋加十塊錢 蛋漲了近一個月 B的早餐店紛紛調漲五到十元 甜麵包店進貨價格 也從一月初的每台金三十二元 漲到三十八元